开放是中国是现代化的鲜明标识 单方面免签政策 正是中国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 去年以来我们先后对法国、德国等29国实行了单方面免签政策 这些国家持普通护照人员来华、经商、观光旅游、探亲、访友、过境不超过15天 可以免办签证入境 政策实行近一年来不仅畅通了中外人员往来 更为促进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提供了诸多便利 根据主管部门发布的数据 今年第三季度外国人入境818.6万人次 同比上升48.8% 其中通过免签入境488.5万人次 同比上升78.6% 我们欢迎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走一走看一看 也将为大家创造更多有利条件 外交部将进一步优化免签入境政策 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 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